第一批的磨牙饼他们已经收到了 而且反馈非常不错 说家里的叔叔都很爱吃 磨牙饼里我也加了一些帮助叔叔过冬的古物 但是上一次做的颜色是三色的混合 我觉得没有达到我预想的那种效果 所以这次我们做一下两色的混合 还是取不同口味的面团给他们擀平 上一次有人说我这个擀面杖很独特 其实用保鲜膜擀面团是非常方便的 把他们这种多余的不规则的边边切掉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规则的长方体 再给他们切成一条一条的 我们现在拿两个不同的颜色给它拼接一下 现在的这个磨牙饼可以说是两色双瓶 然后后面我们会做几个两色三瓶的磨牙饼 我将飞到天上去 取牙去放羊 给我醒来的羊儿 饼上几朵棉花糖 好像站在海面上 老一个大月亮 跨在屋顶聊羊马凉堂堂 我想任性我就任性 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 看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我想不彷徨就不彷徨 我想不迷惘就不迷惘 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更膨胀 我觉得这一批的磨牙饼还是可以赌一把的 因为还没有烘干呢 这个颜色我就已经很难以了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明天烘干完以后的样子吧 我们下期待一下明天烘干完以后的